哈囉大家好,我是Dev 我是Ali 今天我們來繼續聊聊奧本海默 在上一集當中我們已經聊到了奧本海默 他的生平跟曼哈頓計畫的起源 那這一集呢 我們就來直接進到曼哈頓計畫的核心 普羅米修斯之火的原子彈 那如果還沒看過上一集的朋友 也可以先去看我們的上一集奧本海默 看完之後可能會對我們這一集在聊的內容會比較了解 那如果沒看過的話 原則上有看過電影應該也不會太過衝突 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那首先呢我們要先進到一個比較硬的內容 就是原子彈 我相信大家對於原子彈的理解就是 它威力很大 然後破壞力很強 然後會造成很可怕的輻射 對,但是它的原理不見得每個人都知道 所以我今天就稍微做了一些整理 然後想說盡量以簡單的方式分享給大家聽 在原子彈它的作用裡面 它的原料 我們稱之為荷蘭料 這個荷蘭料呢是取自於 在電影裡面也有講到的 右元素跟不元素 那之所以選擇這兩個元素的一個原因是在於 它裡面還有非常多的原子 為什麼要那麼多的原子呢? 這就要講到 原子彈的原理 和分裂 我們在上一集裡面有提到 最初發現和分裂的科學家是 也是很小 不足以撼動整個世界 科學家就想到說 如果呢 我能夠讓一個原子 或者說我可以讓一個質量夠大的金屬 讓它持續的核分裂 導致每一次的核分裂的能量 都慢慢的加種加種加種 那累積多了是不是就成為一個巨大的能量 所以他們做這些實驗 從一開始就是想要製作一個很大的炸彈嗎? 一開始費米發現這個核分裂的原理的時候 他並沒有想到說 這可以成為一個炸彈 後來越來越多科學家他們知道說 原來核分裂可以將質量轉回能量 那這個東西是不是有可能為戰爭所用 大家就開始突發奇想 因為大家覺得說 這是以前沒發現過的東西 這個發現很厲害的點在於說 這是第一次讓量子理論 可以跟愛因斯坦的職能守恆結合在一起 第一次可以將質量轉換成能量 靠人類本身的方法 所以職能守恆的定義究竟是什麼? 最著名的愛因斯坦方程是1等mc平方 這並沒有 我有聽過 但這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結果還是不知道1等mc平方的用意是什麼? 它是一個等式嘛 那1代表的是能量 這能量可以是任何的一種能量 熱能、動能、核能 這些能量都可以稱為1 那等於的另外一方是m乘以c平方 m就是指我們的質量 c平方指的就是光速的平方 所以你就知道說 當我們今天能夠把質量轉成能量的話 就算我們的質量很小 可能1克、2克 然後轉化成能量 那還是會得到一個非常大的數字 因為光速本身的數字就非常大了 所以如果我們讓一隻螞蟻跑得很快 它有可能產生出比人類還要大的力氣 你這樣講沒錯 就像我們之前在閃電俠裡面不是講到說閃電俠路它速度移動非常快 那這時候有人如果在它前面被它撞到的話 那盒子是痛不欲聲 可能就是直接爆炸 我知道了 就像黑袍糾察隊裡面的那一集嘛 就是有個類似閃電俠的角色 我已經問火車頭撞到了 Huey 的女朋友 對然後那個人直接邪漏模糊 所以呢對於曼哈頓計畫 這整個計畫的科學家們 他們最重要 最想實現的一件事就是 他們要怎麼樣讓核分裂不斷地發生 那這個事情呢 他們就稱為連鎖反應 我相信在電影裡面也有講到好幾次這個詞嘛 對我來說就好像是世界末日一樣 他們在說連鎖反應的時候 喔就是說好像會引發不可避免的後果是不是 對但它其實比較偏向是要怎麼樣讓這個核分裂不斷地反應 然後去累積它的能量 所以稱為連鎖反應 那他們為了要做出連鎖反應 那他們就一定要有足夠多的元素 這樣才可以保證這個反應可以持續進行下去嘛 他們就把這個足夠多的核燃料稱之為臨界質量 這個其實在電影裡面也有講到 這就成為了曼哈頓計畫裡面的兩大難處 第一個難處就是 我們不能隨時讓它保持在臨界質量 就是我不能說好我今天要一個10公斤的布 那我就直接去找一顆10公斤的很純的布放在那邊 為什麼呢 因為你讓它保持在一個臨界質量的情況下 它是有可能隨時會爆炸的 這是因為呢 宇宙中有一些射線叫做宇宙射線 那那些宇宙射線它們的穿透力非常強 那它是有可能穿過地球的大氣的 那個宇宙射線中的宗旨就碰到了 就撞到了我們現在放在桌上的布 那這時候這個布就產生了連鎖反應的核氛 那最後就在我們家就有一個電子彈爆炸 你的意思是說 在宇宙有一個射線射到地球的布 然後布就爆炸 對 這是什麼科幻情節啊 這不是科幻情節 這是應該說我們生活中本身 就常常會有宇宙射線射到地球上面 但是我們不會有感覺 不會跟我們平常周遭的思路做反應 對對對它不會做反應 可是宗旨超小我們又看不到 對啊所以 這就是成為一大難處 他們為了避免這樣的事情 所以他們不能讓布一開始就處於靈界質量 他們必須先讓這個布先分開 我跟你講這件事情很嚴重 因為在二戰之後 他們科學家也是陸續在研究原子彈 那有一次有一個科學家就在原子彈研究的過程中 它原本也是兩顆放在旁邊的 結果它就有一個金屬的物品掉落 掉落的最剛好的時刻 這個金屬同時碰到布的兩端 等一下 這故事是不好的故事 但我覺得很荒謬 就是為什麼會剛好碰到是不是 對啊我覺得超級荒謬 就像有一些人他死掉的方式是笑死 我就覺得 怎麼會有人有這麼荒謬的死法 但就是莫非定律吧 就是剛好就這樣碰到了 對 就在碰到的那一刻 它就立刻產生核分離 雖然它當時造成的威力沒有像原子彈那麼可怕 但是它當時因為核分裂 散發出來的輻射 也讓這個科學家在後面兩個禮拜之後就死掉了 你上次是跟我說30天 對30天 30天 30天 我記得 過一陣子就死掉了 對過一陣子 大概一個月以內 反正一個月以內就刮了 所以你就知道說這個事情是多麼危險 他們不要處於靈界質量 所以他把他們比較小的那個布或者用 他們把這個稱為次子靈界質量 所以你說的就是很小的布 對我們簡稱為小布 他們怎麼知道有宇宙射線 當時他們對宇宙的了解比量子領域還多很多 當時已經有埃之坦的相對論 所以真的有宇宙射線 他們真的有測量到宇宙射線 有有有有 我只能跟你講 還是外星人告訴他們 我們今天不是在講科學 我們今天講的是科學 科學 不是啊 宇宙射線這個名詞超級科幻的 但這是真實的存在 但宇宙射線它是通俗名稱叫做宇宙射線 當然它裡面有可能會叫做宇宙射線啊 或是什麼什麼射線 阿瑪射線什麼的 但是為了讓大家比較好理解 所以我稱之為宇宙射線 那第二件他們覺得很困難的一件事就是 他們能不能在原子彈裡面讓他在適當的時機 把兩個次靈界質量的小布 可以結合成一個大布 處於靈界質量或超過靈界質量的布 這樣才可以在適當的時候爆炸 對這也是他的另外一個困難點 那他們其實當時是根據 一般我們在製作炸藥的過程中 會使用的結構 去製作這個原子彈 根據這樣的原理呢 他們設計出兩種類型的原子彈 一種叫做槍暴型 那另外一種叫做球暴型 那槍暴型呢 在曼哈頓計畫裡面 他們取名叫做壽男人 壽男人的意思是指 羅斯斧 槍暴型就顧敏實際 它比較像是一個槍型 就是比較屬於一個長型的原子彈 那它主要是透過釉 235去當作它的材料 不過這種槍暴型的炸藥 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當我們前面的炸藥 在炸上方的這個釉的時候 它可能會在高速往下衝的過程中 它就會提早開始進行核分裂 就會導致說 它到達最下層的時候 沒辦法進行很完全同步的核分裂反應 就沒辦法讓能量疊加到最大 所以他們就視為這個槍暴型的原子彈 是一個半成品 那在日本丟下來是哪一種子彈 在日本的時候有留下兩顆原子彈 第一顆是小男孩 那這個小男孩其實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這個瘦男人的後期 就是他們後來改良了這個強暴型的原子彈 改良到比較成功就變成小男孩 對那就是這個原子彈 那再來我要介紹另外一個原子彈 叫做球暴型 那球暴型呢在二戰期間 它稱之為胖男人 那這個球暴型的原子彈也是我們在電影裡面看到的那顆原子彈 他們釋爆的那顆原子彈 這個原子彈的結構呢 它就是像炸藥一樣說 最外層它會有一個引爆裝置 顧名思義就是 引爆這個原子彈的東西 在裡面一層呢它就稱之為炸藥層 那這炸藥層裡面就會堆滿了很多炸藥 目的呢是可以觸發裡面的原子 觸發裡面的核燃料進行核分裂 那再往裡面一層走的話 這層叫做反射層 它主要的目的是為了確保所有在反射層裡面的中子都可以參與反應 那這時候就需要靠反射層然後讓它反彈回來 然後再繼續參與這個反應 那它可以確保說所有的中子都有撞到核藍料上面 所以在原子彈內部就是有一堆中子在亂串 對那就很像是我們在電影開頭看到的 看起來像光子的東西然後在那邊飛來飛去跑來跑去 非常抽象的一個畫面 我覺得應該就是在暗示那個畫面的樣子 更裡面的一層呢稱之為核爆層 這個核爆層呢就是放我剛剛跟你說的 右元素或者是不元素就是核藍料 那主要就是在這一層去進行反應 核爆層呢在內部就會有一個叫做中子層 那這中子層呢就是為了產生大量的中子 去觸發核分裂的反應 因為就像我剛剛所說的我們今天要進行核分裂的反應 最重要是要有一個中子去撞擊核藍料 去撞擊誘惑布 才可以讓它的原子分裂嘛 到目前還可以嗎 我試著很認真的去聽你的解釋啊總共有幾層 銀爆裝置 撒藥層 反射層 核爆層 中子層 5層 爆型的這個原子彈呢它的威力比槍爆型更來得強 它主要使用是使用布的材料 那布呢第一個它比右取得的更容易 那第二個它比右更好進行核分裂反應 那球爆型它的形狀就跟槍爆型不太一樣 它不像是那麼長子的 就像我們電影裡面看到它比較偏向是個球型 那它們設計成球型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希望 裡面的核分裂可以同時反應 那它們在製造這個 球爆型炸藥最困難的一點就在於說 它們在中間設計了一種叫做透鏡型炸藥 那透鏡型炸藥的功能呢就是為了延緩 外面爆炸的威力太快傳到裡面去 那另外一個就是 它們希望在外圍的所有炸藥可以同步爆炸 這時候這個爆炸所產生的震波可以同時傳到中間 不會說受力不均勻 那這種情況下它就可以達到同步的爆炸 那這種同步的爆炸所產生出來的能量 就會比槍爆型的能量多很多 那講完了原子彈它的製作原理 那我們再來講講原子彈它到底可以造成多大的毀滅 其實原子彈呢它總共毀滅可以分成五種為毀滅方式 從原子彈炸下去的那一刻開始 如果我們直視那顆原子彈 那第一件你會遭到原子彈破壞的就是你的眼睛 這時候你會因為看著那個原子彈而失眠 就跟微波爐一樣 對 類似於微波爐 我之前跟AE講說你一直盯著微波爐 你的眼睛會嚇掉它還不相信 因為它常常唬爛我寫科學姿勢啦 那其實會有這樣的傷害是因為在原子彈頭放下來的瞬間 它會有非常大量的熱輻射 那這個熱輻射就會導致我們眼睛失眠 而且那個速度是非常快的 它投放的那一刻你就不能定 你就不能看到它 你看到它你的眼睛可能就會先失眠 那失眠的長短可能就根據你的距離而決定 我覺得是超難的 就是你怎麼可能在頭下那一刹那就知道 這是原子彈我不可以看它 一定都會看啊 對 這就是重點 因為根本不會知道說原子彈什麼時候會投下來 我們根本不知道會有一顆原子彈投下來 這其實也是當時日本的狀況 對日本人來講他們當時還覺得說今天跟平常一樣 我只是早上起床要去上班上課 但就在這種情況下原子彈就投下來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電影裡面他們都要背對 或是戴著墨鏡 要擦防曬乳 因為他們要防那個熱輻射 如果要確保你看著那個原子彈沒事 你至少要離那個原子彈有85公里遠 那85公里是什麼樣的一個概念呢 大概就是假如我們今天在台北投放了一個原子彈 我們要在新竹看那個原子彈才有辦法不受到它的傷害 在新竹還看得到 對在新竹還看得到它的那個軒壯的暈 你就知道這個原子彈的殺傷力它的破壞有多強大 而且這才是第一波而已喔 它的第二波傷害呢 是殺死最多日本人的傷害 就是燒傷 你如果在這原子彈的11公里內 你會造成一級燒傷 那這一級燒傷大概是表皮 你的表皮會變紅 再靠近一點 10公里的話 你就會變成二級燒傷 它開始會傷害到你的真皮層 然後你會開始起水泡 然後你可能會留下疤痕 那如果你在它的8公里內的話 三級燒傷 這時候你是整個皮膚就是會被燃燒殆盡 對那這是第二波傷害 那第三波傷害呢 是在爆炸的同時它產生的衝擊波 所以在原子彈爆炸的那一刻 其實有很多的建築 是因為這個衝擊波而遭到毀滅 那再來第四個傷害呢 是輻射 那這個輻射造成就是在原子彈爆炸的過程中 它的核分裂 我們剛剛提到的核分裂 它產生很大量的輻射 那這個輻射它會導致我們的細胞病變 然後壞死 而且最可怕的點在於說 這個輻射它殘留在一個地區的點會非常長久 可能幾個月到幾年都有 最後一個傷害呢 就是輻射層 那這個輻射層呢 是因為在爆炸的當時 地上的一些塵土啊 沙塵啊 都會被爆炸的衝擊波啊等等的 衝到天空上 那就會形成我們在電影中看到的薰狀雲 那形成這個薰狀雲的時候 有些輻射就會殘留在這些沙塗上面 那我們可以慶幸的是 輻射層的這些東西 它是可以透過一些可能大氣的循環 去慢慢地糞纏掉 就會比較沒那麼嚴重 通常它一兩週就結束了 無波傷害來講 因此還有任何一波 你沒討掉 就等於是必死無疑 那事實上呢 就是因為這樣的毀滅性 讓當時的美國很猶豫 到底該不該投下原子彈 因為當時實在有太多的事件同時在發生 像是當時他們研發出原子彈的時候 希特勒已經自殺了 然後德國也在後面相繼要投降 所以這時候科學家他們就已經失去要製作原子彈的初衷了 因為當初他們要製作原子彈 就是因為討厭希特勒 因為希特勒的反猶太主義嘛 所以科學家後面也建議 美國說 我們不要投下原子彈 因為即使我們不投下 這場戰爭也即將要結束 因為當時他們美國在太平洋戰爭跟日本戰役其實也是 大獲全勝 但是呢 當時的日本還是沒有投降 這件事也是美國猶豫的點 因為當時日本不投降 繼續戰爭下去的話 美國可能傷亡又會更多 這時候呢 這些科學家他們就一起簽署一個協議 他們當時希望說 美國可以先在某個地方 錄下原子彈試爆的過程 讓日本人知道說原子彈那麼可怕 然後讓他們投降 但是呢 當時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格洛夫斯上校他知道這件事情 他在他們連署書交到美國總統手上之前 先支開了美國總統 導致說美國總統在還沒有收到這個連署書的時候 就已經決定好要炸日本 那這個事情其實我們在電影裡面有看到 就是有一幕是 奧本海默他跟格洛夫斯跑去華府 然後去跟美國總統開會 那開完會之後 他不是遇到了兩個科學家 然後這時候 奧本海默就看了一下格洛夫斯 看了一眼而已 那我自己是覺得他當時是想暗示這件事情 因為我記得後來奧本海默不是有一幕是 他在等格洛夫斯的電話 然後他一直等不到 就像我上一集所說 格洛夫斯他本來就是一個非常陰險狡詐的人 所以對他來說 奧本海默也可以算是他的政治工具 那後來呢 到底是什麼樣的因素 讓美國決定說 在不通知日本的情況下投下原子彈 那是出自於當時的美國國務卿 他對美國總統提出了一個建言 他說 雖然現在二戰看似要結束了 但是你想 如果今天沒有結束 拖到了1946年 戰爭還在繼續 人民會怎麼看待你 光是這個建言 對他來說 跟對他政治生涯 就影響很大 在這種情況下 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 還有蔣介石 還有愛德里 他們三個呢 就共同簽署了波赤坦宣言 那這個波赤坦宣言呢 就是要讓日本無條件投降 但他們卻沒有說明清楚 他們的無條件是什麼意思 所以導致當時的日本 他們雖然有看到這個宣言 但是他們認為說 美國他們想要廢除 他們的天皇制度 這件事情就讓日本的 內部就是瞧不攏 就是說到底要不要投降這件事情 所以就沒辦法回應他們 美國總統就立刻下達要發射原子彈 第一顆原子彈是在8月6號的上午8點15分 當時可能上班族 學生才正準備要上課上班 在這種情況下呢 日本的上空600米 第一顆原子彈 小男孩爆炸了 那他的三公里內的建築呢 都被移為平地 然後廣道90%的建築都消失了 總共呢 有7萬人 因為高溫 3000度的高溫立即死亡 然後後續加上輻射的傷害 最後到達總死亡的人數高達20萬人 那在第一發原子彈投下之後 日本在8月9號的11點01分 美國投下第二顆原子彈 叫做胖男人 那這胖男人呢 高溫就殺死了4萬人 那最終呢 也因為輻射啊各種傷害 導致14萬人死亡 但我可以理解就是 當時那些決定要投下原子彈的人 到底在想什麼 德國也是一戰的戰敗國 到了二戰之後他就崛起了 對 我猜他們可能擔心 日本雖然在二戰的時候是戰敗國 但他們會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 喔 你說他們擔心的是 日本沒有在這次落敗 他可能會再崛起 因為其實德國在一戰跟二戰之間就是 就是這個樣子 對 他們簽下來不平等的條約嘛 導致希特勒的崛起嘛 那二戰結束的美國呢或者說世界 用一句話來形容叫做 戰爭雖已結束 但和平卻未到來 為什麼會這麼講呢 因為到了這個階段 世界已經到了一個新的局面 這個局面呢 是美國擁有了核武 現在他們當務之急 是要想 他們接下來要怎麼處理核子武器 核能武器 而當時呢 奧本海默跟 愛因斯坦呢 他們的立場則是認為說 現在二戰既然結束了 我們應該做的是把這個核武的技術 分享給全世界 理由有幾個 像是 分享核武給全世界的話 比較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沒有敵意 希望大家可以共享這個世界 再下一個理由是 當時美國跟蘇聯兩個是在競爭的國家 這時候也能對蘇聯釋出一個善意 那第三點就是 美國本身就是一個自由民族的國家 所以這種核武的祕密不可能長太久 就是在這幾個理由底下呢 奧本海默 愛因斯坦啊 或者是波爾啊 這些科學家 他們都希望 核武的技術可以 交給全世界去處理 而不是單獨美國一個國家 那當時他們就 對此爭論不休 危險的開始 是從1949年 蘇聯 成功試爆第一顆原子彈 因為在當時呢 美國人都還相信說 全世界只有我有原子彈 殊不知 蘇聯早就在 曼哈頓計劃裡面 埋下了間諜 所以他早就擁有 美國原子彈的 機密了 甚至當時有一個 謠言是說 他們當時看到 美國的四包求暴行員 子彈的時候 他們也沒有任何驚訝的感覺 就不像是第一次知道的 該有的反應 但是美國當時也沒有想那麼多 因為在惡戰吧 但是後來就證實說 原來蘇聯早就知道他們的機密 那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美國人開始陷入恐慌 他們當時還會有一種 專有名字叫做 恐共症候群 最一開始發動這個 反共的運動呢 是一個 FBI的局長 叫做胡佛 那他當時就會對 可疑人士啊 然後進行逮捕 或者追殺 或是想辦法摧毀這個人 那最著名兩個被摧殘的 體無完膚的人 就是 奧本海默 跟愛因斯坦 那後來呢 有參與這個運動呢 最有名的一個參議員 叫做 麥卡錫 那可怕他點在於說 就算你沒有 他都會說成你有 抹黑 對抹黑 他會毀謗你 栽贓你 甚至想辦法讓你被自殺 那這個年代呢 他們也稱之為 麥卡錫時代 也就是在電影後半段 我們看到有人在介紹 麥卡錫時代的由來 那其實這個事件裡面 恐共症候群 麥卡錫時代裡面 最嚴重的一個事件 我稍微 題外話題一下 叫做 羅生堡夫婦 大家如果去查一下 應該就會發現說 他們是在 麥卡錫時代 唯一被判刑的 一對夫婦 當時最開始是 有人向FBI 密告說 他們兩個在二戰期間 把這個 核彈的機密 告訴蘇聯 那就因為 有人的密告 所以FBI當時的情況就是 不管有沒有 就先把你抓起來 而這件事情到後來也 引起了人民的不滿 在他們兩個被 處於死刑的前一天 歐美的各個國家 像是巴黎 倫敦 羅馬 紐約 的人民都走向街頭抗議 最可怕的點是在於說 他們當時處刑的方式是墊刑 呃 夫婦兩人呢 丈夫 叫做朱麗絲 朱麗絲在被墊刑的 第一次 就死掉了 可憐的是朱麗絲的老婆 艾塞 他當時被墊了第一次之後 看他還沒有死 就墊了第二次 墊了第二次之後 醫生判定他心臟還在跳 就墊了第三次 墊到最後一次的時候 旁邊的人看他的頭 都已經開始冒煙了 直到這幾年的時候 直接當年的機密文件 才被公開 那這件事情也是美國現在 非常具爭議的一件事情 因為 公開的事件表明 真正有跟 蘇聯串供的 是丈夫朱麗絲 而艾塞呢 從頭到尾都沒有跟蘇聯串供 他根本跟蘇聯沒有任何一點關係 而且 就算朱麗絲他有串供 但是他當時告訴蘇聯的 二蛋機密 也是蘇聯早就知道的機密 是萬哈頓計劃 我們在電影看到那個 科學家 洩漏出去的 所以跟他們兩個 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他們兩個就成為這個世界最大的受害者 那就是為什麼 討厭人類 但別忘記 我們也是人類 不要哭 我是知道看到這段故事的時候 真的覺得 他們夫婦很可憐 婦人真的 我就跟他完全沒有關係啊 然後他就因為這樣的一個 然後被判了死刑 重點是他還被電了三次 那多痛苦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回到 電影裡面的兩位天才 奧本海默跟安因斯坦 奧本海默呢 他 會在當時被清算的主要的 原因有兩個 至於起初呢 這個事情發生是在1942年 泰勒那時候加入了曼哈頓計劃 就如我們電影裡面看到 泰勒他沒有 星在原子彈上面 他星是都放在另外一個 氫彈上面 氫彈是什麼呢 其實簡單來講 它就是原子彈的延伸 他的目的是讓核融核觸發核分裂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原子彈 可以產生更多的能量 讓它產生更大的威力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你還記得我最前面有講到最中心的 叫做中子源嘛 就是它產生大量的中子 那他們就是將那個中子源 替換掉 替換成核融核的元素 然後讓核融核可以產生更多的中子 所以原子彈應該叫中子彈 然後氫彈應該叫大中子彈 不對中子彈又是另外一種彈 另外一個種彈叫做中子彈 我今天原本沒有想要解釋 但你竟然提到我上面 簡單提一下 真的有中子彈 而且中子彈是最可怕的一個 殺人武器 因為中子彈能做到它沒有輻射 但是呢 直接躲在任何建築物都沒有用 中子彈還是可以穿越這些建築物攻擊到你 所以中子彈沒有核融核也沒有核分裂 我記得是完全的核融核 但我不確定我說對不對 如果有錯的話大家可以糾正我 中子彈是完全核融核 所以不會有任何的輻射產生 所以中子彈算是相對安全的 戰爭武器 因為它不會造成長久的傷害 它就僅限於戰爭當時 這顆清淡呢 導致奧本海默一蹶不振 因為他當時在 曼哈頓計劃的時候 也絲毫沒有提起這個清淡的任何一切 那這也是成為後面 那個麥卡錫之代被質問的一個點 那另外一個導致奧本海默被 陷害的一個點呢 來自於他對於 核武的處理方式 那這其實是要追溯回 最一開始 當時蘇聯間諜的事件 杜魯門總統就要求所有的科學家 要簽署一個叫做 這中真命令呢 是為了讓政府可以合法的調查 這些科學家 也就是後面我們看到電影的後半段 奧本海默可以被合理調查的其中一個原因 那另外一個 點呢 是在於說當時的麥卡錫實彈 導致說美國想要研發出比原子彈更厲害的武器 這時候泰勒的清淡就等於讓 美國打了一劑強心針 就對他們來說 至少我們有個清淡 所以當時的泰勒就受到了 當時的總統 艾森豪的氣重 那當時的泰勒剛好也在跟 奧本海默在競爭 彼此在美國 主導核武的地位 但是呢到後面因為泰勒受到總統的氣重嘛 所以導致 奧本海默慢慢的示威 最後他就辭掉了 當時他擔任的一個委員會的顧問 直到後面1953年 然後他接到了一通電話 是 原始能委員會的主席 史特老師 也就是我們電影裡面看到的那一段 他接到他的電話 跟他講說 有人指控你說你是蘇聯的建定 在這樣的情況下 史特老師呢 就逼迫 當時的美國總統 艾森豪跟他講說 你必須讓 奧本海默接受調查 或者說接受管控 這時候艾森豪呢就給予奧本海默兩個選擇 第一個是 你可以選擇 辭掉跟核武相關的所有工作 第二個呢 就是你要接受 忠貞的調查 那如果是你要怎麼選 假設我氣勢的時候我就辭掉所有的動作 但其實這我覺得算是一個限制題 因為如果你這時候你說 我選擇辭掉工作 那是不是更間接證明你是建定 所以你這時候 認真來講 然後只有一條路可以走 就是我接受調查 更換當時的 奧本海默非常的反和 所以他不可能要辭掉核武相關的工作 所以他後面就選擇接受調查 就是我們在電影裡面看到他為期三週的調查過程 最後呢 是經過了四年的審判 然後才終於獲得 重申委員會的投票 認為說他 不是間諜 但是同時呢 也撤銷他所有參與核武的機會 他雖然是 完完全全都被陷害 因為他一開始想要的就是參與政治活動 但結果到最後連政治活動也沒了 但也接受調查了 直到後面呢 也就是電影的結局裡面 我們看到 石河老師他當時被艾森豪總統提名要擔任商務部長 但被一個人阻止了 那就是 後來的總統 甘乃迪 那這位甘乃迪呢 擔任總統之後 也 重新一起刷了奧本海默的冤居 然後 當時希望美國總統可以開啟曼哈頓計劃 他在這個情況下呢 他就成立了一個 原子科學家 非常委員會 但也因為他成立了這個委員會 讓他被 FBI給盯上 在這樣FBI長期的監視之下 就讓 艾斯坦他的身體越來越 虛弱 那直到後面 1949年的時候 蘇聯原子彈釋報成功 那FBI對他的 監視又更加嚴重 甚至到後面 大量的收集各種 假證人啊 瘋子啊 只要有人能夠作證 因為愛因斯坦是間諜的消息 他都把他採納 這些事情讓 愛因斯坦身邊的一些人都遠離他 導致最後呢 愛因斯坦他就 只能孤立的 住在自己買了一個 一間海邊小屋裡面 直到1955年的時候 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在麥卡錫的時代下 愛因斯坦因為 動脈瘤離世 但其實就算他離世 也沒有受到好好的對待 因為其實他離世前 當時也是說 他希望可以將他的ET火化 然後再把他的骨灰撒在 德拉瓦河上面 但是呢 在他死掉之後呢 美國政府並沒有這麼做 美國政府呢 是把他的大腦給取出來 然後把大腦解剖 到現在都還保存在博物館 像我們最常看到的 愛因斯坦的其中一張照片 就是他吐色的照片嘛 大家可能覺得他那樣很逗趣 但事實上那張照片是想要表達 當時他對於政治的 迫害的不滿 我自己是覺得說 如果當年沒有這些政治迫害的話 愛因斯坦阿布海默 還好好活在世界的話 現在的科學會更進步 依照他們的年紀 他們有辦法活到現在嗎 可能沒辦法活到現在 但是我相信科技 就是有他們的存在 科技會更進步很多 像是 上一節我講到說 奧巴海默在戰爭前就發現了 黑龍的存在 那如果沒有惡戰 是不是 他搞不好發現更多東西 那愛因斯坦如果沒有受到政治迫害的話 也許他能夠解決了 相對論 在這樣子領域的問題 可以找出所有的萬有理論 就不用讓現在的科學家那麼辛苦了 所以我就覺得 這些政治真的是害死人 對啊 我覺得不只是科學家吧 應該是所有人 對在那個時代下的所有人 好那以上是關於今天的奧巴海默 你對於奧巴海默有什麼樣的想法嗎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按讚留言分享出去 我們下一集見 拜拜 拜拜 拜拜